大哥 开什么东西 这么兴奋 这个夏天到了 夏天要干嘛呢 夏天大家都穿得比较清凉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会穿一些比基尼啊 之类的 当然裙子 在夏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是苏格兰人 所以我们不太了解 男人不穿裙子 对 男人不知道穿裙子的那种清凉感 我们是没有办法体会 可惜 大家都以为就是说 全世界裙子穿最短的呢 日本人 不是 是在中国贵州的苗族 他们族里面最短的裙子只有16公分 16公分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16公分大概这样 不只吧 在这里 大概这样 这样子吗 对啊 这样 这样差不多16公分 这样30嘛 对啊 你干嘛讲我尺寸 哈哈哈 好不好 那裙子的设计真的是非常伟大 那个尤其是女孩子 夏天那么热 你看下面 透清凉 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裙子带来的魅力 首先这个介绍大凯 干 干什么 你就常常放在裙子底下 哈哈哈 裙底风光 为什么是Canel 御用短裙大师 关于这一个头衔 我也是充满了疑惑 就是你个人有收集 没有没有 就是对于女性的裙子 特别有研究了解 哦 对 达人 达人 他买那么多古董车 就是为了女孩子穿短裙 上车那一剎那 哦 上车还要坐后座 好 后座要进口袋 你是问奖 来 熏熏潮流设计师 大家好 我是潮流设计师熏熏 这个非常大胆 很少人会跟大家讲 我是潮流设计师 很漂亮 她很漂亮 她长得很像那个女艺人 很像雷艾梅 很健康的 大凯刚刚有误会说 我是雷艾梅本人 开录之前撩了一下 她那个完全是故意 因为没有话几言 对 好 再来就是谁 KiBi 哈啰 大家好 我是KiBi KiBi是怀孕的 没有 我只是穿的比较宽松的 夏天穿这种宽松的 会比较凉 很凉 很凉 而且如果很热就可以这样 很丑 就偷偷的 那请问一下男生代表 夏天到 你喜欢女孩子穿怎么样 夏天到当然就穿比基尼啊 不是 你穿比基尼 走在市区是很怪异的事情 不能上市区啦 就是在海边 海边 在健康的地方运动的地方 就是穿比基尼就对了 对 还要穿什么不用了 真的 那以裙子来讲你喜欢哪一种 裙子 是短裙 你个人喜欢 越短越好 而且我觉得 它要贴屁股 然后最好能够看到一点 那个微笑线 以前我对于裙子 第一次接触受到震撼是什么的 跟我这个年龄 大家都记得 以前那个 专科学校 的女生 她们都穿那种 像这种颜色的 卡吉裙 她们都看得很紧 很短 我那时候 那时候我才国中 我就立志 我一定要考上专科学校 弄破他们 扯破他们 别的学校我绝不去 对 请问一下夏天挑选裙子 你特别注意什么 或者是你特别偏爱什么 我偏爱的就是那种 修身短裙 比较欧美风格的 比较可以贴近我的身材 显现展露我的身材 KIVI妳呢 我跟她完全相反 我就是 像我们这种比较瘦的女生 这腰这边就是会比较 难买到裤子或者是裙子 就是如果分尺寸的话 我常常高腰都穿成低腰 超丑的 不然我就是还要夹夹子 所以我可能就会选松紧带累的 就是那种很紧的 不然就是像这样连身的 完全不需要紧不紧的那种 这样我会觉得比较好 而且夏天这样比较凉吧 穿脱方便 那穿裙子 穿哪一种裙子 最容易被搭衫 我觉得就是那种落影落现 他想看 但是他要看不到那种感觉 他让你说 不是 鱼网 是有点小开叉的设计 就是我的腿要露不露 他想看 确实又看不到那种感觉 油爆琵琶半遮面概念 对 而且开叉这个东西 不管长裙短裙都一样 对 你知道有些那个小短裙 有开就 他明明就开这么一滴滴 你就是想要把它这样 撕开 撕开 就是有一个门户洞开的感觉 有机可乘 有机可乘 对 是不是 大敌入侵 要不然就是穿那种就觉得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他是不是要对 其实人家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那个有点像是那个包装袋 有没有 有破掉 有破 就让你好湿的 那KIVI你会选什么样的裙子 我反而觉得颜色很重要 像全白的 因为可能大家都是妈妈教的说 白色很容易脏 然后所以其实很少人会穿全白 但我是白色控 所以我很 不是这种全白啦 所以我很常穿全白的走在路上 但是就是一眼过去走在人海中 就很容易被看到 对 那你觉得啦 对 如果你的女朋友 她裙子最短可以穿到多短 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在外面 那家里谁管你啊 没有就是 我不喜欢女生穿 穿出去外面穿太少 对那你可以到多短 到屁股蛋 这很短欸 这超短的 就是我的底线就是屁股蛋啦 不要再超过 也不能再超过 对 再超过我就会超过了 再超过就有点没有让他出门 对 对我们出门吧 再等一下 又拉进来了 那男生呢 男生都会喜欢管女孩子穿衣服的 对 男生真的超爱管 就是我跟一群男性朋友出去玩 我明明就是穿的 我觉得很有自信 很辣 很有我的特色跟风格 我就是要穿出去给男生看 是 可是我的男性朋友就说 我觉得 是男性朋友还是男朋友 男性朋友 男性朋友给他一巴掌 怪他屁事啊 对啊 管太多了吧 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男性朋友呢 重能不能让他存在在社会上 对啊 对他就会叫我说 你要不要上去就是换一件裤装下来 我迟到没关系我等你 就像保镖一样 可是我今天就是想肉 可是他们就会管很多 那你会跟他吵架 会 就是有时候就是说 我就是想穿这样 我就是不想迟到 我就是想要穿这样出去玩 其实你不用讲那不想迟到 那根本不是理由 对啊 我就是要穿这样 就是要穿这样 管那么多干什么 对 就是要大方 你今天想肉吗 就是想肉 对 那太好了 开始啊 不是 你裙子你最短 你会穿到多短 最短的话 你站起来比一下 我感觉他很敢穿 我很敢穿 我可以穿到这边 哪边 可以 就是这边大 你看这就 高过屁股蛋了 对 你这个根本就是骑 骑那个 那个 英文字的 群 哦 对 OK 骑A的弟弟 骑A群 对 哦 那个很厉害 就是扣还到干嘛 前面的主题就是 想肉 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可以吸引男生的注意 这样子 KIVI KIVI 你男友会管你是 前男友 哈哈哈 干嘛强调啊 女人都很重视这种 有没有 不是 因为那时候 我就是只是上课 然后我就随便穿了一件 就是那种夏天女生的小背心 然后跟短裤 就出门了 就去上课 然后他就回来以后 就说得很难听 他羞辱我耶 他说 你穿短裤 就是想要去招风影碟 想要让所有苍蝇围绕在你身边 你就是这样子是吗 然后还讲什么 下细下井那种话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会把我讲成这样 我不过就只是 你男友是六十几岁的 不是 会讲下心下井这种 傲来的假捧口 假的假三十米 北极喔 是喔 对 那男朋友管你穿衣服 你会不会很愤怒 会 因为其实我不是那种 会穿到很辣 很露的那种 我那时候的短裤 其实到大腿一半 上面一点点而已 那很保守耶 她说要大腿一半以下才可以 蛤 她叫我穿就是全长的裤子 所以你在学校是跟教官在一起 我也怀疑这件事情 对啊 总会在 全长 她到这边啊 极西啦 所以说你很多沙滩裤子 连内裤都四脚内裤 天啊 那我们今天你们又带几条裙子来 我们要介绍一下 是吗 来 好 首先是设计师 设计师 请问一下今天你带来几个裙子 再让我们了解一下 首先是这一件 这一件就是它旁边有一个 对 像我有在健身啊 我想要露出我的腹肌 那这边就是可以露一露线 然后露出来 然后刚刚强调就是旁边有开叉的设计 这边也有做到 这边有个开叉设计 对 然后它可以就是随意调整 就是你要高 你要变长裙或是短裙都可以 它可以是依照你的腰身去调整的 对 所以说这边拉开就可以 也可以 就是你今天 不均匀 这样也可以 只要我敢穿大方展现都可以 这样很可以耶 康哥 这样不行啊 很可以 不行 你讲得我脸都黄 好省事的一件衣服 这样也可以 OK 那这一件很多场合都可以去 对 它算是典雅大方的 对 然后比如说你要去夜店也可以 可以 你要吃比较正式的晚餐也可以 逛街也可以 都可以 相亲也可以 都可以 相亲穿这个区大概都会成功 就是百分之百一定成功 OK 对 然后再来 这一条的主要设计的话 它是在后背 你可能只能穿个 这是背面 我想说这正面的话事情就闹大 这个太性感 就是后面的话 它就前面只能穿new bra 然后你可以后面露出你的背 就是夏天就是可以露出性感的美背 然后下面的话 也是它的叉又更高 对 它的开叉 但是这一件危险 为什么呢 这个上面很容易就滑掉 可以 hold得住 它们一定没事故意 是不是要掉到这边 就是要落影过线的感觉 但就说你们现在裙子就是 你们只在乎性不性感 不在乎皱不皱就对 没有 这也是一种美 我知道 对 有点 累 一生命起 对 OK 三宅一生 而且我跟妳讲这个很厉害 因为它是肉色的 裸色的 这个穿起来很厉害 很厉害 老远会以为你没穿 真的老远看 他没有穿 他以为他以为 对 一看就让人家有点错觉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它是一套的 就是短裙的风格 然后它现在是很流行 这个是正面 哦 这个正面 对 它现在就是很流行 就是韩国的那一种风格 康哥要试试看吗 哦 你这个厉害 你看他这里 为什么这个裙子 那边有一包 就是它是一个皱褶的设计 皱褶皱褶 然后你看这边 这边两边开展 对 然后它可以修饰你的腿形 有一些女生 她可能两侧的大腿比较有肉 那它这样子就是圆弧的设计的话 可以修饰你的大腿腿形 会让你整体看起来造型更加分 哦 这一件很不错哦 对 但当然不是这样穿 这样穿 这样穿 太扣分 要这样 太长 要分开 对 身体会不会太长 太长 颈鹿 长颈鹿 颈鹿妹 颈鹿 OK 那这三节 我们今天要请你选 战袍 你会选哪一件 我会选这一件 一定是它的啦 对 这一件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真的非常厉害 会让你眼睛为之一亮 你保证 我保证 那这边会拉开吗 没有 可以的 不是你 你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你不方便 然后我们帮你拉 蛤 哦 那就麻烦你了 好 没问题 为我们示范这一件 好 我觉得这一件非常厉害 各种场合都可以 它都可以适合 好 来 对 在哪里 不是在 在这边 换衣服 哇塞 野外厕所 这个是换衣帐 哦 好 这样吧 大概然后它会被挂了 没有啊 这时候不是你们要跳GoPro画面吗 喂 好 Kiwi Kiwi 诶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好难关心 因为我好想关心这个 还没还没 这是第一套 对 你就走那种民族风 没 小清新风啦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要这样 然后穿把它扎进去这样 一个取胜红色细圈 不行 我的衣服不行 没有杀伤力 我走这种柔弱小猫咪路线可以 这一套 OK 扎进去啊 对 扎进去 它这要除非要很有腰 那它很熟 对 有腰就可以 它刚刚就已经跟大家讲 我这么瘦的 我真的很瘦 你几公斤啊 42 40 哇塞 我有两个你 哇 我两个你还多很多 那这一套是最近流行的吗 颜色我觉得很正 就是以小清新风格来说 这个要去上课还是干嘛都可以 上课逛街 姐妹什么的全部都可以 上课教官很喜欢你 很好 衣服有扎在里面 及格 对 OK 好 好 接下来这一套 这个裙子厉害啊 这就是有点特色 这一套很美哦 穿起来超美的 它就是像刚刚那样两截式的 然后因为这个是长裙 可是它长裙也有做开叉 打一个正面 这边是正面 这边是正面 对 它可以穿正面也可以穿侧面 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它会很飘 然后一直露腿 一直露腿 对 因为你腿会跨出去 这种格子衣服算是 万年不败 对 万年不败流行 万年不败流行 但是另外一面就是 老青 对 这小青青 烧钱无心意 对 小青青 小青青 但是它白搞不好穿起来好看 对不对 这一套真的很美耶 真的吗 好 对啊 哎呦 你们男生到底懂不懂啦 哎呦 哎呦 哦 这件可以 这件可以 睡衣 睡衣在干什么睡衣 其实蛮好看的 真的吗 对啊 这也是小碎花 诶 就是这边 心机就在这里 你 我觉得这个胸要大吧 没有没有没有 看看 哦呦 我跟你讲 这就是要空空的 不是 我现在是在 请教你 他没有伤害的意思 我说这是要凶大吗 不用是 不用 大小都可以 好 大小 听到没有 对不对 问这什么笨问题 这也是属于文青型的 对 但是这个夏天穿很舒服 对 很舒服 其实那种属于这样可以 很凉快的 就可以这样山峰那种 对 山峰 对啦 这种去烤肉很棒 对 来来来生火了 好 嘿嘿嘿嘿嘿 好 接下来就你的战袍 全摆的 哦 他最爱 这一件我跟你讲 千万不能长袖 这个长袖就很像 这个你知道 小倩 那个我们还要好一点 这可能是鬼故事里面那种 有没有 然后穿着红鞋 穿着五指甲那种 这个很凉 对 而且因为它这一件 里面有一个白色比较透嘛 它的内里大概是到 就是内裤以下的部分 然后所以它下面是 大概可以 若隐若现看得到腿 只是它上面就是大家会以为 网上开会看到 但其实不会 保护得很好 但是这件很不显腰耶 你的衣服都不显腰 你腰那么好看 你那么瘦 你为什么会怕 还是因为你太瘦 反而不喜欢穿太紧 对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 我如果穿得很紧 然后在路上 大家会看我 看我的那个感觉像是 哦 这个女生好瘦哦 就是会觉得 而且因为我又不是那种 胸超大 屁股超大的那种 就会显得我很干瘪的感觉 我就不喜欢 我这样穿不是会比较有分量吗 没事的 没事的 不是 没事 社会有许多的角落 需要你的关怀 对 我们要关心他 好啦 OK了 那如果 这样好 这样这几套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要跟一个 你很喜欢的男生 去吃个饭也好啊 去看个电影也好 你会选哪一套 第一次哦 第一次又会 First Love 不行啦 孩子 你要选这个 对 因为他露腿啊 而且其实他上面 对不起 我还有约哦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一件真不行啦 因为这三件都是属于 上面比较包的 比较保守的 他今天要展现他的 但 好啦 这你挑的 因为我有锁骨啦 各位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民族的世界 你除了锁骨还有什么 你叫只剩锁骨了 还有腿啊 锁骨跟腿啊 这会露腿吗 他会一点点 然后因为这边会 有点小露腰的感觉 对 可以啊 可以 拿去 好 好 去 那我们第一套那一位是 吻掉了 所以 就我们一起进去吗 没有 不用 他出来了啦 来来来 欢迎 我来 你赶快进去换 别人难看了 来来来 没你的事了 先休息 哎呦 厉害 你真的有健身 有 我有在健身 这个 她身材好 你太瘦了 你看你连这一件都穿起来 都有点脏 你是又瘦了 对 我又瘦 就是最近有在运动 然后雕塑身材 然后有在要尊重 这样子 哇 你这一套 我来先转一圈给大家改 好 其实它这一件应该可以去改一下 改哪里 就是这边可以再 上衣剪掉 就这边可以再瘦一点 对啊 因为它现在要尊重 对啊 它太瘦了 但是 但是这种衣服 就是各位 如果你的身材没有这样的话 千万不要 轻易尝试 对 这种是很吃身材 就真的 对 它还蛮薄 然后因为该露的地方 就是它露的地方 跟其他的裙子比较不一样 那你穿这样 你的男性朋友会反对吗 会 一定会 这样也要反对 还好吧 这边他们就会说露太多 我可能就是要整个保险这样 你可以换一些朋友 真的 你的朋友太保守了吧 很保守 然后我就是跟他们出去 其实有时候真的非常困扰 就是他们会像保镖 像说 我外套干脆借你好了 就是这样 我现在比较想开一个节目 就是讨论你的朋友圈 这什么年代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很OK 这套还蛮棒的 你上半身完全就是封闭 对 但是你露出来是腰 其实露出来腰 人家只会赞叹你的身材 跟你会穿衣服 但不会去往那种比较 你知道 斜念的方面去行 形色不会 然后它这个露得也刚刚好 露到这里而已 那这一套算健康美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一套你看 没有灰色 对 没有灰色地带 对 好不好 很好看 而且它身材练得好 这套 过关 谢谢 通过 这套完了是不是 好啦 Ending了 还有 好美 好美 OK 来了 我帮你开门了 好了 小清新要来了 欢迎光临 对吧 这样我就只有赞扬你很会穿衣服 因为你这个衣服这边有皱褶 不感觉你知道 显 显风 显风 是不是 而且肉有点小腰 你会穿的太高腰 因为我腰真的在这里了 孩子你们 你们到底从哪里来的 你怎么都瘦成这个样子啊 他连这一套都显 康哥 他这边是空的 哦 你知道吗 你看 哦 你好瘦哦 太瘦了 你是不是都买那种 小学生的衣服穿 同装可以买到最大尺寸就可以穿 那你穿这一套 吃饭啊 看 看电影有点太冷了 看电影会冷 对 海边也可以 海边 对 因为我很爱去海边 约会常常去海边 约会常常去海边 去 看海 我看 听海哭的声音 看海 哇塞 这么悲惨 现在有男朋友吗 没有 要介绍吗 可以 可以介绍 但是可不可以先把裙子换掉 哈哈哈哈 我开玩笑了 不过像像这样的穿着 在哪里最常看到 像一些书族啊 对 那种文创区啊 哦 那种文教区啊 都很多这一类 师大夜市 这个叫什么 哦 对 叫文青嘛 对不对 那两件 今天对你胃口是哪一件 哇哇哇 他啦 有 对 肯定是他的 今天 今天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在夏天的 其实 裙子可以穿出两种 完全截然不同的味道 嗯 就是看你怎么搭配 还有我跟你讲 其实人是这样 不是人去配合衣服 而是配 衣服来配合人 是 你是什么人 你就要去选什么样的衣服 比如说我今天看人家 很好看 那我也去弄一套 其实不一定 不行 所以说个人要看个人的 自己的你的style在哪里 那你就要去穿什么样的衣服 但是今天我只能讲两位 都很漂亮 尤其你这件 其实穿起来比我们刚刚这样看 好看多 真的哦 真的 很奇怪 你要多绕一点中段 就是这样 把 就是你可以把裙子往下拉一点 真的 真的啦 真的 这事实 还要唱嘻哈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我这个松井 已经在内衣的最下缘了 没有 我说裙子 裙子 裙子 就这样往下 对 这样好多了 就好一点 不过说真的 这样很多女孩子的衣服 其实挂起来看还好 穿在身上才能显示出 她的这个设计的一个优点 对 夏天到 多穿裙子 因为冬天穿裙子很冷 哈哈哈哈 其实谢谢大家 耶 夏天